POP的SB和GL系统 现在都加入了自动填布FRR的功能 但是在行这个功能之前 我们有什么准备功夫要做呢? 首先就是要在SB同一个Drive 开一个叫做FRR的Folder 然后将证监那份FRR的form抄下来 叫做sfo-frr.xls 还有再抄一份叫做sfo-frr-blank.xls 这份blank的FRR就是预备日后 用来overwrite旧的资料 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你可以叫客人在对应的地方 打回他们的公司名字 Ce number 其他资料 还有抄回需要抄的check box 那把sfo-srr-blank.xls 之后 这个日后就可以长期拿来用了 提一提你们的客人 如果他们是填的话 首先就把blank的excel copy到sfo-frr的excel overwrite旧有的data 要确定它是一张空白的布表 好 好了 那sb里面又有什么要设定呢 其实在sb里面 1的8里面我们多了个f 那里面就会问你 是不是export的excel 如果你是export的excel 就答yes 但是平时呢 这里一定要回答no 如果不是每一次呢 它都会把东西都订到excel 那里面 接着呢 我们可以main menu 8的r 这里会多了一个batch file 这个batch file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决定了我们行哪几个report 和把哪几个report的资料 订到的frr那里 比如它是没有margin客的话 那我们可以将a1这个report 升了去 又或者如果它没有rolling balance 我们也可以将al这个布表 升了去 set好这些就可以正式去行 frr的功能 行这个batch 就像平时一样的 不过在行的同时呢 它就会把这些资料填在frr的form 具体填些什么资料呢 就留意我们的fill frr的project gl也有东西要set的 主要就是set那个format file 现在你会看到多了七个format file 一个呢 就是给form1的balance sheet那里用的 一个呢 就是form1的liquid capital computation那里用的 一个呢就是报这个月的profit and loss 一个是报上月的profit and loss 一个是报year-to-day的profit and loss 一个呢就是主要是拿回 current month的retained profit 的board forward 另外一个呢就是拿回 last month的retained profit board forward的日子 那么具体做法呢 就好像譬如它这些全部都是ban account 和cash account 来的 那我们放在一起 用一个total 然后就告诉我们要填去哪一个位置 好似在这里 我就是填form1asset 那个h9 那个shell那里 那么k是什么呢 稍后告诉你们 你听 拿了这张form之后 我们找回form1asset 这个呢就是bank balance 和cash balance 就是h9 就是这个feel了 那因为它是随意1000的 所以我们这里要打个k 另外一个例子 所有孖展客的control account 我们填去h10 这个位置呢 就是form1asset的h10 原理就是这样 看完了我们刚才填 balance sheet的 我们现在再看看 填profit and loss 其实都是相同类型的东西 我们将所有commission收入 摆在一起 然后total了它 告诉他们填form7的g31的sale 我们先找回form7 这张是form7 这个呢 就是commission income 你看到form7g31的sale 那它就会自己填上去 那如果上月份呢 其实都是用回同一个account的东西 不过呢 我们就是填上去不同的sale 那一会儿就会介绍 怎样去拿不同月份的balance 好了 填好了 这些format file 我们进去maid menu8 里面有个a 叫frr processing 那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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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你选一些日期了 那现在我这个例子呢 就是04年3月 那 那因为普通的balance sheet 我们是不需要genet frr的 所以我们可以答no 不过你就算答错了都不要紧要 因为它没有东西填在那些sale那里 所以这个不大影响 balance sheet呢 就填上year-to-day 中间的行业 why year-to-day profit and loss呢 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本月的 所以我们要打回m字 是本月的 上月呢 我们要打回04年2月 都是m字 只是拿那个月份而已 其他那些都是year-to-day的 这个retained profit呢 其实呢 就是由我们的bought forward 一路计算到04年2月 所以我们要改2月 这个上月的bought forward 就是04年的1月 留意一下这里 拍完这些之后呢 它又是会自己去填个frr 具体的 又是看回我们的field frr的project的介绍 在mdas那里呢 我们放了一些资料 在sfc sorry public的sfc里面 有一个叫做frrproject 里面有一个sb 有一个gl 还有一个sfrr的folder 里面有些testing data 大家可以抄到自己的手机里 试试行吧 讲解 试试 试 试 谢谢大家